因敦促弹劾总统尹熙岳的国民请愿参与者俱增 韩国国会国民动议请愿网站留言板出现连接延迟现象 据韩民族日报报道 名为立即发起尹熙岳弹劾案的请愿于6月20日发布 截止日期为7月20日 根据国民动议请愿网站显示 截至7月1日上午90左右 约有79万网民同意立即弹劾尹熙岳 近过半小时就显示约有80万人连署 据报道 有韩国民众发现 7月1日登陆国会网站时 出现目前登陆人数过多 正在等待服务连接的提示 当天国会请愿网站一度瘫痪 等待连连超过2.5万 等待时间超过3小时30分钟 对于网站拥堵问题 韩国国会议长语言指日6月30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由于国民大规模参与请愿 国会数字化硬件设施无法满足需求 他表示此间国会事务处采取了各种措施 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韩国京香新闻称 请愿者提出多个弹劾理由 包括海军陆战队上等兵 蔡朱根逊职事件调查 施压争议 谈第一夫人金建西收受名牌 即涉嫌操纵骨架 周尔阳平高速公路改道 涉嫌给金建西一家牟利 助长朝鲜半岛战争危机 强行要求韩财团赔偿日本强政劳工 和帮助日本孤党和污水排海 该请愿于6月20日登记 三天后超5万人连署 随即提交到国会法治司法委员会 6月27日 知识该请愿动议的人数开始爆场 据韩国JTBC电视台报道 韩国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 郑青来7月1日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表示 相关请愿人数即将突破100万人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还会涨到200万或300万 共同民主党议员徐英教更是不客气地表示 鉴于此情况 总统和金利书市长郑振硕应当反攻自省 韩国东亚日报称 在国会站多数的共同民主党 似乎对弹劾请愿仍持观望态度 尽管共同民主党的强硬派议员 不断出现暗示弹劾的发言 但该党领导层担心引起政治风波 甚至出现反噬效果 认为目前需要静观起点 共同民主党发言人朴舍俊 7月1日表示 弹劾归根结底是法律问题 政客不能单纯因为民心如此而推进 经乡新闻7月1日发表社论称 当物价和富人减税导致韩国民众怨声载道 总统支持率跌至谷底 不过尹西越是否会因此被卷入弹劾风波 善不得而至 关键需要看其是否有违法行为 ята优优独播剧场up